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据说两人之后要结榜分开发展了 徐义珍出生于1998年 是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 算是科班生 2019年她出道就在综艺里演过李绍红和郭敬明导演的短片 起点是比较高的 前两年她演过几部影视作品的女配角 但没有什么水花 倒是在短视频崛起之时抓住了这个好事迹 吃到了一波短剧红利 她的长相很有辨识度 不是那种网红感十足的脸型 嘴角一颗独一无二的痣 在短剧里她演了很多财阀千金 艳丽的妆容称得她气场很强大 总给人一种慵懒的性感 眼里透支爱谁谁的漫不经心 让人欲罢不能 除了在短剧市场有着堪称短剧一节的江湖地位 今年她还在肖战和百百合主演的《交洋伴卧》里 饰演了百百合的助理小林 在长剧里她的演技也够用 不浮夸不做作 娴熟自然 之前跟她合作过的一位导演曾表示她很吃团队 但这也不能怪她 短剧拍周期很短 与新的团队没有时间磨合 熟悉的配方肯定更令她如鱼得水 朱莫言 朱莫言跟徐亦珍同岁 也是98年出生的小姐姐 她是上戏毕业的专业演员 早在2016年 年仅18岁的她就已经开始向影视圈发展 后来转公短剧市场走红 目前她已经拍摄了 闪婚后豪门老公的《马甲藏不住我与时光不负你》 等20多部短剧 演过豪门媳妇 演过青春笑话 演过总裁夫人 虽然她长着一张青春的脸 气质甜静婉约 但该活泼的时候活泼 该冷艳的时候冷艳 可塑性很强 毕竟是系统学过表演的 她的演技很有代入感 哭戏尤其是一角 哭香为美 逗大的泪珠顺着脸庞自然滑落 不着痕迹 但又很有感染力 除了在短剧平台深耕 她今天还上线了一部名为《奇门顿书2》的电影 配角有徐少强等老戏骨 但曹多无口 唯一的看点就是她的身材和颜值了 余音 跟徐一珍和朱莫言比起来 余音的知名度稍显逊色 她至今还没有自己的百科 在短视频平台的粉丝也不过十多万 但十多部短剧的输出 成功地让网友们对她脸熟了 余音的长相 是一眼看上就想用小白花来形容的 小圆脸 大眼睛 气质文文静静 让人心生恋爱 特别适合演女文理灰姑娘之类的兽气包角色 而她笑起来 又是那般春河景明 给人一派岁月静好的想象 有人说她像孙毅和蔡卓仪的结合体 今年她已经播出了《女爱成瘾》 陆总的《新婚雅》 《七亲爱的律师大人》 《假面情人》等作品 与方白文 舒童等男短剧演员的CP很好刻 观众只喊他们原地结婚 马秋元 你敢相信 毕业于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习的马秋元 跨行跨专业做起了短剧演员 还演得风生水起了 初见她 是小魔女秋元里的女主秋元 当时就在想 怎么会有女孩子能这么灵气逼人 一双眼睛圆溜溜的 笑意隐隐 元气满满的少女敢一出屏幕 本以为她只能本色出演活泼可爱的角色 没有想到刁蛮任性 腹黑有心机的她也不在话下 哭戏更是超有感染力 看她哭得肝肠寸断 一边想拥她入怀安慰她 一边想冲起屏幕替她把渣男胖揍一顿 中希 娇妻贵来全宠独飞等剧短的强势播出 让观众认识了名不见经传的短剧演员中希 当前中希的工作室已经坐拥35万粉丝 算是短剧女演员人气比较拔尖的 中希是97年出生的四川妹子 从川映毕业后她又去韩国汉阳大学深造表演 拿到了戏剧电影硕士学位 虽然回国后她并未能在演艺圈大展拳脚 但她凭借扎实的演技在短剧市场站稳了脚跟 她不仅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 还拍乡村题材的和古装 她的长相属于耐看行 初看不惊艳 随着作品的播出 大家对她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赵惠南 2023年赵惠南大获丰收 一口气上线了15部短剧 包括画龙无上君主等 随着这些短剧的热播 她轻轻松松就揽获了20万粉丝 她的气场很强大 单看五官她明明是一张淡言细的脸 却总能把大厦四方 绝是反击的角色演得鲜活立体 越是浓烈的妆 越是饱和度高的服装 越能把她衬得不可逼式 或许不是第一眼美女 可霸气侧露的人设家 嫁青就熟的演技 让她抓住了观众的心 正所谓演员给予角色生命 角色赋予予演员光环 网友纷纷夸她是短剧里气场最顶的 一段时间王格格与申号男主演的 玫瑰冠冕爆红于网络 女主苦追男二十年无果 回头发现男主也同样暗恋了她十年 于是女主放弃男儿与男主走到一起 男儿追七伙葬场 男主迎刃暗恋 男女主双向奔赴 编剧把能想到的男女情愫都想到了 两人演得也很甜 很是上头 王格格是这两年发展势头猛进的一位短剧女主 她个头168厘米 身材高挑 长相清纯 笑起来还有甜甜的酒窝 截至目前 她总共演了28部短剧 搭档的男演员都是短剧界的顶流 她尝试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可言可甜 她拍戏的时候在认真拍戏 不拍戏的时候不是在直播就是在去直播的路上 看来是想趁热打铁 多多巩固人气呀 孟娜 孟娜今年22岁 是短剧圈子里的兴起之秀 主演了恰如冬日暖阳顾总 太太又把你拉黑了等剧 虽然有很多剧光听剧名都觉得又土又嘎 但她演出来并不觉得辣眼睛 相反还有点感人 孟娜的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吻戏特别多 她演的灰姑娘一副若柳浮风的模样 霸道总裁见着她常常不等她把话说完 上来就是一通狂吻 久而久之 吻戏已经成了她所演短剧的一大亮点 孟娜长着一张清纯玉女的脸 个头却很高 很多跟她搭戏的女演员都比她矮一个头 与霸总的极限拉扯中 一双眼睛像小鹿一样 清澈明亮又略带娇羞的躲闪 将分维感拉满 这样的长相和气质 天生就是眼镂相剧的料啊 除了以上这八位人气超高的短剧女主 还有左衣 颜蓉蓉 白颜 王星辰等 也颇受观众喜受 不得不说 现在的短剧市场真见 这些女演员的颜值和演技 吊打了很多流量女明星 长剧导演也可以考虑给她们弟弟剧本 或许她们也称得起来一幕女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